英国议会下院昨天就一系列的针对脱欧进程的提案进行了指示性的投票 然而八项提案全军覆没 暂时获得脱欧进程的主导权之后 英国议会下院昨天选择返回上级菜单 将举行二次公投 建立关税同盟等八个选项全部摆上桌面 重新进行投票 然而投票结果再次令英国民众失望 全部八项投票都已失败告终 甚至支持率能够达到四成的只有三项内容 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指示 首先支持建立关税同盟的比例最高为49.3% 其次虽然二次公投未能获得大多数支持 但支持率高达为47.6% 最后对于无协议脱欧 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160票对400票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议员认为 要避免无协议脱欧的混乱局面出现 兜兜转转 似乎脱欧方案再次回到了原点 此前已经萌生去意的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昨天再度向议会喊话 称只要议会通过他的脱欧方案 他就选择下野 一些英国媒体认为 首相的这一承诺 稍稍增加了脱欧协议在议会通过的可能性 但阻力依然很大 因为北阿尔兰民主统一党领袖 英国北阿尔兰首席部长福斯特 27号再次重申 脱欧协议带来了 北阿尔兰受制于欧盟条款的风险 可能导致北阿尔兰被从英国分裂出去 因此该党将继续反对脱欧协议 但值得注意的是 在英国政坛乱成一团的同时 欧洲理事会方面的态度 却出现了软化 27号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谈及英国数百万民众 借请愿表达留欧心声 他说 欧盟应该倾听这部分人的心声 图斯克说 如果英国想要重新考虑脱欧战略 欧洲议会应该对长时间宽限英国持开放态度 另据英国卫报报道 如果英国脱欧依旧难解 2020年3月31号 可能作为右翼期限再供各方讨论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确认导致